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在上映20多年后的今天 依旧能引起无数青年的共鸣 成为他们心中的满分神作 这部跨时代的影片 搏击俱乐部 值得每一个人细细品味 影片的主角叫杰克 现在是一名汽车公司的事故调查员 他的人生和每个打工人一样 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 那就是平凡 庸碌的生活 让他成为了重度的失眠症患者 他找了很多方法给自己解压 疯狂消费就是其中之一 他买了很多高档家具在家里 可即便如此 他的压力依然那么大 依然睡不着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杰克找到了释放压力的渠道 那就是参加各种绝症患者的互助会 一群同病相连的人 互相讲述自己的痛苦 然后抱在一起哭泣 杰克也哭了一次 那天之后 他久违地睡着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 杰克开始假装不同的病人 混集于各式各样的互助会 但他没想到 一个女人的出现 打破了他刚刚恢复的生活 这个叫马拉的和杰克一样 都会用不同的身份 来参加各种互助会 而他参加的理由是 来这里打发时间 甚至还有免费的咖啡 但对于杰克来说 马拉的出现 就像是来揭穿他的谎言 让他觉得这些安抚 会不止属于他了 果不其然 他又失眠了 终于有一天 他忍不住了 主动找到了马拉 希望他能离开 但马拉不同意 杰克就想到了这中的方法 两人互相约定 平分现有的互助会 谁也不打扰谁 就这样两人达成了默契 互换了电话各自离开 杰克也回归了 自己平静的生活 勤勤恳恳的工作 每天在不同的航班上入睡 在各地机场醒来 就这样重复着每一天 直到这天在飞机上 遇到这个叫泰勒的男人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人生即将发生巨变 他发现泰勒用的公文包 跟自己一样的 于是就跟他搭了几句话 结果泰勒跟自己非常合得来 而泰勒的职业是做肥皂 然后卖给百货公司 同时还会兼职酒店服务员 和电影放映师 于是两人就相互交换了名片 杰克出差回来 刚走到公寓楼下 就发现自己的公寓 发生了严重的爆炸 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只在一地的碎屑中 找到了既有玛拉电话的纸条 无家可归的杰克走到电话亭 他先是打给了玛拉 但是很快就挂了 然后他又打给泰勒 但泰勒没接 就在杰克准备在绝望中离开时 泰勒回复了过来 于是两人就约定在酒吧见面 几杯啤酒下肚 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他们聊了很多 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 两人喝完酒来到门口 泰勒突然让他狠狠地打自己一拳 虽然杰克不明白 为什么要自己这么做 但还是给了泰勒一拳 然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 虽然这一架 让两人变得很狼狈 但发泄完也是真的痛快 杰克也顺理成章地搬到了泰勒家 泰勒的房子虽然很破旧 但杰克却感觉在这里 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而每周六与泰勒的激情互殴 成了他最大的期待 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被吸引过来 甚至还有人自高奋勇 来参加这场互殴 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泰勒和杰克便成立了一个搏击俱乐部 地点就在酒吧的地下室 他们甚至还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在这里一旦上了场 只要对方没有认输 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动手 而回归生活后 他们又恢复成普通人的样子 不过身上多多少少会有点伤疤 就在杰克刚以为 自己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时 玛拉又出现了 因为他最近发现杰克不来参加护助会了 于是拨通了杰克的电话 而找到人生新乐趣的杰克 只是敷衍了几句就准备挂断电话 可玛拉却说自己已经吃了很多安眠药 但现在又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所以这一通事求救电话 可杰克压根不想理他 只把电话放在一旁就离开了 泰勒却阴差阳错地拿起了电话 得知情况后立马赶到玛拉家 不仅救了他 还把他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甚至顺便帮玛拉解决了生理需求 玛拉就这样留下来了 这让杰克很无奈啊 不过杰克为了留住自己的快乐源泉 还是默许玛拉这位第三者的存在 三人的生活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天早上 杰克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说他的房子失火很可能是人为 而根据调查结果来看 这个嫌疑人很可能就是杰克 放下电话的杰克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 玛拉衣冠不整地走了过来 还伸手挑逗杰克 结果被杰克拒绝 玛拉妈妈咧咧地离开了 而后泰勒也走了出来 说要带他见识一下自己的肥皂事业 一通操作直接让杰克佩服的五体投递 可泰勒突然舔了一口杰克的手背 然后拿起一瓶化学品 直接撒在了上面 这导致杰克遭受了灼伤的剧烈痛感 而泰勒却让他放下恐惧 放弃周遭的一切 这样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才能火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疼到恍惚的杰克看着泰勒手上一样的烧伤 咬着牙答应了他 很快杰克就在生活中 体验到泰勒说这番话的意义 上班时他不小心把印有搏击俱乐部规则的纸 放在了公司的打印机上 面对前来质问他的老板 杰克大手一挥 告诉他别来烦我 感受到了做自己的快乐 他渐渐认同了泰勒 杰克开始用公司的秘密威胁老板 还让老板把他转成带心顾问 果然老板就要打电话叫保安 此时明场面出现了 自己一顿 然后在保安赶来时 伪装成老板在殴打他 就这样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带心顾问 拥有了充足的时间去俱乐部 可泰勒已经不满足于现在的俱乐部 他开始制定新的规则 他让俱乐部的成员们到处搞破坏 甚至已经超越了法律的底线 很快杰克也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这根本不是发泄而是犯罪 但泰勒却不在乎 他继续大规模招揽俱乐部的成员 没过多久 他们就成为了全国臭名昭著的神秘组织 虽然杰克也参与其中 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地位 甚至不如一名普通成员 于是在回家的路上 他与泰勒吵了一架 泰勒亲口承认是他炸了杰克的公寓 目的就是让杰克忘掉他以前的生活 说着便放开了方向盘 要让杰克感受一下濒临死亡的感觉 车祸之后人并无大碍 杰克醒来 泰勒却突然消失了 成员们都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大破坏计划 杰克想要阻止 但他并不知道其中的细节 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成员们都称自己为首领 出门后他遇到了马拉 马拉再一次被他骂走 与此同时 房子里传来了喊叫声 一名成员在破坏行动中牺牲 而这个成员就是杰克之前参加护诸会的朋友 看着周围已经麻木的成员 他想立刻坐飞机离开 却在柜子里发现了泰勒全国各地飞行的机票 他瞬间明白 泰勒是要去这些地方建立分布 于是杰克就顺着机票的地点逐个寻找 更奇怪的是 诺大的城市 他总能成功找到泰勒曾经去的地方 但所有人都说没有见过泰勒 就在杰克准备放弃时 一个酒吧的服务员 说出了让杰克更崩溃的真相 原来他就是泰勒 和马拉谈恋爱的是自己 炸公寓的是自己 建搏机俱乐部的是自己 带着成员们搞破坏的也是自己 就连着伤手还是自己 泰勒是他衍生出来了另外一个人格 得知真相后的杰克 自然不希望泰勒的计谋成功 他先是找到马拉道歉 还跟马拉表了白 并让马拉坐上巴士离开这个城市 马拉上车之后 杰克并没有看车牌号 因为他知道如果看到车牌号 泰勒也会知道马拉的去向 之后杰克拿着资料赶忙来到警局自首 可实际上除了警长之外 其他警察都是搏击俱乐部的成员 并且自己曾经下过令 论是谁试图阻止大破坏计划 都不留活口 包括他自己 就这样几位警察正对杰克动手 他趁乱抢了警察的配枪逃了出来 来到了一栋即将被引爆的大楼 泰勒正在这里等着他 杰克看着眼前装满炸弹的汽车 揣测出了泰勒的想法 成功拆除了炸弹 泰勒很不高兴 于是两人便扭打了起来 而在监控显示器中只有杰克一个人的身影 之后杰克不小心在楼梯上摔了下去 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泰勒绑到了楼顶 而泰勒的目的就是和杰克一起欣赏爆炸的美景 就连马拉也被成员们绑了回来 此时距离爆炸仅仅只剩一分钟的时间 杰克猛然想起泰勒只是自己的幻想 他不是真实的 所以泰勒手上的枪其实是被自己拿着 看着把枪抵在下巴上的杰克 泰勒终于慌了 虽然他极力劝阻杰克 但随着一声枪响 泰勒应声倒地 尘埃落定 杰克的世界里也只剩下了自己 此时马拉也被带了上来 他牵着马拉的手 看着外面的大楼一栋一栋的爆炸 至此影片结束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泰勒 可现实却让绝大多数人都火成了杰克 所以你要不要换个红法 我们下期再见